104呢,他要問阿波老師他有傳這個圖片 他想問問阿波老師 他正的這個洛克牛番茄,正十天了 為什麼有一半的心味,都是正面的這個狀況 你有看得到他的圖片嗎? 老師,這種品種是不是 是牛番茄的一種嗎?還是? 嗯,這個我就比較不了解 可能是一個比較新的 對,他說洛克牛番茄,對,牛番茄的一種 是,沒關係,先看看 我們大概先知道是什麼樣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種這個牛番茄 就是說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是稍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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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都有可能 很有可能的在這個 天氣裡面的這種變化 都有可能會去影響到 這是我們一個很愛去注意的一個地方 這是你說我們對一個聽友 104 Light 8 104 Magica 104 田先生 你可能太多了 對,你一定是太多了 因為我如果是問過 我就會把它刪掉 所以你沒有刪的話 你就會看了很多 你的眼睛很好 對 對不對 應該是要這樣子 對,因為我看過以後 我就會把它刪掉 不然我們留在上面的人太多了 你會把它刪掉 是喔 我找不到 沒關係 你把它刪掉 這個 上面 好 我轉一下它的這個圖片給你看 不用轉 你不用轉 你直接給它回一下 用個貼圖 還是什麼 它就會跳起來最高 那我就看得到了 好好好 OK 好 東西太多了 有時候這個東西方便 但是呢 這也是比較容易產生 這種的情形 有看得到嗎 老師有看得到嗎 沒關係 這邊都會稍微慢一點 好 大概會差個幾秒鐘 好 我們種這個牛番茄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 其實所有的番茄都是一樣 就是說 它如果在熱的時候 如果它是熱 很熱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熱 很多就是說 在社會的這個表面上 我們很容易 很容易 它的表面上 它就很容易出現 就是說 我們這個 算得比較容易 有看到 你在它的這個葉子上 或是怎樣 這種的這個情形 都會出現到這些問題 所以這大概 那是說 有這款的這個情形 在基本上 應該是 在我們所看到的這個問題 都是因為溫度過高 溫度過高 有兩種很重要的這個原音 這個造成的這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最重要的這個地方 就是它很容易去 因為溫度過高 產生一個 我們所謂的這個 這個叫做熱障礙 這個熱障礙就是性動不好 簡單說 所謂的熱障礙其實就是生長 不說太好生 生長不說太好生 時時 它那個主人 主人 它的那個心味 所修正影響到 就是它的這個心味 所以 我們來用 這條媽的這個東西 來給它看這個 最重要的這個原理 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主人 是這種的這個情形 這是第一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 在這個心味 有熱的時候 要注意如果 它那個心味 是有變色 心味 是這個 有這種 顏色上的這個 這個專備 這個食水的這個專備 很有可能就是這個缺鐵 這在熱的時候 就很容易來 出現到這種的這個情形 還有一個是我們 我們聽說 我們聽說 在營 就是說 你用這種 譬如說你開筋的 開筋的灌了 太多 這個 哪有酸 哪有酸 灌過太多 時 它的蟲子 會倒後 有一個轉一個角度 會這樣 在那個人蟲子照說是 村出去對吧 村出去有那個小葉小葉小葉 小葉 那個小葉這個所在 的轉一個角度 這通常是這個 哪有酸 那過量 因為以前 可能要出現這種 哪有酸那過量的機會 很少 現在因為這種東西 中國大陸開始大量在生產 所以這個 哪有酸那變成是一個 很熟的這個東西 現在它變成是一個 很熟的這個東西 很多人就用了太過頭 所以變成這種 這個現象 但是我們聽眾朋友 這個床面 裡面 這個看起來 是要不說 它的葉子 的 這種變形 這很有可能是 因為 這個夜晚 這有時候 我們一直在說 它是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結果它有時候 是這個夜晚的危害 就是說它裡面 這可能有這個紅地堂 或什麼米地的地方 去跟它吃 吃到它有一點 這個變形 這通常是 有這種現象 所以 在熱人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看到 有的看到 蝦仔變形 它就說消長 但是 這種消長的這個情形 並沒有這麼直接 就是說 不一定是 一定是這樣 所以 應該是一個 我們要稍微知道 這個重點 就是說 它表現出來 有時候就是 很難去很直接的 判斷 所以這有可能 有這麼多種的 這個情形 甚至我們 看過 是 比如說 剩一種代克力 代克力 這代克力 處理得不好使 代克力 不是說一定是代克力 所以有時候 對這支藥 這樣也是 再玩弄到 就是說 不是這個藥 本身的這個問題 是因為我們 潤土處理得 過頭髮的這個問題 做成這個部分 就有可能 有可能的三性 這種的解解變形 所以 我們一般來說 都會照顧 所以 主要 如果是說蝦仔沒有變色 並說我們看見這個蝦仔 沒有這樣 發尿發尿 一般來說 我們通常是不會去推斷 它是 這個病毒病 來改這個引起 所以 第一 如果是說是病毒 來改這個引起 應該 應該 要說的 就是說 你如果是 要判斷 正確 正確去判斷 當然是去做這個病毒 檢定 但是那要是 我們一般人 沒有辦法 有這種能力 去做這種考慮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一般在判斷 就是說在電感 在快速的判斷的時候 要判斷說 它是這個病毒 來改這個引起 通常都會看 蝦仔的這個顏色 就是說 它有可能就是說 有這個千文現象 就是說看見那個色水 不會說很嚴 有這種情形 我們就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說可以 比較有辦法去 去判斷說 這是不是 就是這種病毒 來改這個引起 這有這個千文 這對我們來說 這在判斷裡面 是一個很要緊的 這個所謂 因為這些病毒 通常都是 有幾個地方 比如說 我們有這個千文病毒 有這個番茄 這個千文病毒 叫做TMV 還有一個是福瓜 這個福瓜的 這個千文病毒 CMV 這兩個都是 都效的 這個變色 還有一個是 這個 比較容易 它會更好 這個甘蔓病的更好 讓我們更好 讓我們更好 從南條中的病毒 這也有可能的更好 這更好 這捲替病毒 還有一種的 是半點微雕 這個最難看 最難看 最難判斷的 就是這個半點微雕病毒 還有一個是 這個馬鈴薯的 這個病毒 還有另外一種 這大概 在台灣我們差不多 看得到的 通常都是看得到這五種 一般來說 這個千文病毒 尤其 他感染到的時 他頂了這個蝦 有時候 會變成這樣 像我們說 那個蝦 本來人有一個三角三角 他都會變成這樣 長了長了 而且一定 這個蝦 都會看到 有一個蝦 你會看到 他有這種 蝦尿蝦 這種的食水 有時候 他一個蝦 蝦 蝦蝦 全蝦 都沒有什麼蝦 蝦 只看到蝦蝦 這通常 我們是這個千文病毒 通常在看的 通常有這種 在打斷的時候 就是說你沒有看到蝦 肉 只看到蝦 所以通常是這個 他的肌骨 也會變小 所以通常 我們台東所 是這種 這是最容易出現 還有一個 是含 蝦蝦 蝦蝦 蝦千文病毒 這個 TmV 這個東西 通常就是說 他的一個蝦 會變小蝦 頂上的蝦 會變成這樣蝦 會變成這樣蝦蝦 變成這樣蝦蝦蝦蝦蝦 但是相對的就是 他也是有這個蝦蝦 他嚴重的時候 會蝦蝦蝦 看到蝦蝦蝦蝦蝦的蝦 可能比較會去判斷 去判斷 這種可能是這個蝦蝦 所以這一個頂端 参加這個 這樣 他QQ 爆炸 他這個不大 這種情形 這個可能是這個蝦蝦病毒 還有一個是這個 卷葉病毒 這是整個蝦蝦蝦蝦 都粉朗 本來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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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都是聰天 變脂蝦 这通常是比较容易去看到这个部分 所以在病毒里面我们通常在判断 当然虚子变形是其中一部分 这个机会就蛮大的 但是没办法直接去判断是不是 一般来说都会去看是不是 这个肥料肥料 那是那个食水有这个 不说真嚼的那个食 我们在说肥料肥料 那是这种情况 我们就去判断是不是 这个病毒的一个音器 一般来说 这个毒素 都是宁可措杀一百 很多我们有时候就算看就做起来 通常看得到一张 当然人好一个这个机缘 就是分散这个器材 尤其分散到股型鸭虫 这个处理好事 进展来给他做肯定 尤其肯定跟这个肯定 这两个 这通常我们一定要把肯定好使用 刷下去 如果是说看那个情形不对 这整张就直接就拿掉了 但是就是说 这个初期的判断 有时候没有说尽量它 所以这个在番茄 尤其大果番茄要蒸炸 通常有某一种的一个困难度 最主要这个原因是这样 就是说 它 他小贷的 它如果是大事 它如果是更慢 更小长 它也有那么多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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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有基斑的机会 大列的通常 会很明显的 变形 甚至 整整整都没结果 如果有件的也这样 所以最面的鸡蛋 就是最大的鸡 这在外国 很多这个品种 比如说像我们上海 应该说去年 去年我们是不是有 提一些番茄 种番茄树 这很多好朋友种到很处 有吃到的人都说 这又不错吃 觉得意犹未尽 感觉说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那时候种了 稍微我们大概六月 那时候就做出力 所以很多这个种了 其实都有去感染这个病毒 这个品种在国外 是耐病毒品种 对一种东西 觉得很有信心 这个耐病毒 但是实际上我先跟你说 这个耐病毒当时 在这种正常的天气病 就是说你在比较凉凉的时候去静 他可能有到病毒 但是那个速度 他发病这个速度会变很慢 作物的正常大 他可能已经有病毒 但是他在很好期的时候 因为他感觉很正常在生中 有可能在很厚期的时候 这种病毒 较有法度来 较有法度起来 较会发生 所以变成 他就有法度耐 就耐过 但是在台湾不一样 在柔和这个情形之下 他本身的这个生中就受到 某一种的一个犯罪 他就代表不好 所以你如果是读到这个美东 如果是有读到 可能他在国外 可能表现出来没那么厉害 在台湾可能你会发现 他表现出来 就像冬的一个这个厉害 这是我们恰恰在说 这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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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控制好事 後面過他們就沒什麼問題 我們不一樣 我們頭幾位都要不斷 和北斗來對控 最大的差別是這樣 所以社長的時候 尤其你要種稅 一定別的就是說在稅子的時候 這個要處理好事 一般來說就是對分散 營業粉絲的預防 從社長就要開始 不是比較大 比較開始 社長就要幫他顧好事 現在在文室裡面 譬如說你如果種外面 有機會幾乎很渺茫 這個要控制粉絲絕對是很困難的 不是說沒辦法 我們可能開入的這個成本 成貨有關 所以你在外面要種稅 你一定要選擇這個 這個瓶項 可能你都要選擇一個 這個真正是非常 非常耐這個病毒 非常耐病毒的一個品種 不然你可以說 這個東西幾乎是不可能 因為太過頭困難 我們面對的這個 所以這個部分可以讓朋友先來解釋 所以看看 如果是瓶頂這些東西 這種情侶 現在我通常都會 都會幫他做一個 直接就是說先處理一下 所謂處理法就是說 我先讓他當作是這個熱障礙 然後把這個瓶頂控制好小 這個一樣 都做一次 觀察看看 如果如果是沒有 因為你如果像這個 病毒 像我剛才加過的這個瓶頂 當然是不會更加吃了 但是有這個可能性 我們如果是對著的時候 我們稍微處理 處理一下之後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去看到 這個部分就可以很快 很快就可以來加勞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個就是這個紅利堂 因為有處理一定有這個效果 如果現在變成 如果沒有處理好小 他很有可能 這個瓶頂就拿起來 變成我們的困擾就很大 所以大概是這方面 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來幫他知道 這個問題上 我們會去遇到這個問題 是這樣的 這個提供給我們 所有的好朋友做常客